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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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碼動足先機懂得很掌握幾千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霧的班的盤後節目視頻 好我們直接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7點 歐利息上漲1.09點 而且如果說以指數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整理盤 但是歐利息是內支控盤 所以內支怎麼樣 內支有落跑嗎 內支有落跑嗎 今天歐利息收債幾乎是相對的高點 而且這個型態 如果說你學過技術分析的話 這個應該是相對強 但是呢 我們現在不用那麼樂觀 畢竟怎麼樣 畢竟要選舉 不是我們選舉 美國要選舉 我們今天要聊幾個東西 就是第一個 當然這個部分還是大漲後的震盪 那現在主要就是 川普跟賀錦麗 兩個非常接近 到底誰會贏 市長他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那兩個陣營所代表的 一些相關的相關的股票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邊就是還沒有很大的壓寶行情 所以就是在那邊整理來整理去 但是呢 我相信我們的內支 內支基本上不太管這個 不太管這個 就是內支有做他的 做他自己的 那做他自己的做哪裡 還是在AI 同學還是一樣往AI這邊看 好不好 然後呢今天我有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昨天 昨天的那個美債擊殺對不對 同學美債擊殺喔 我在高點的時候 是有跟大家說你要撈跑的 應該沒錯吧 同學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們過去節目的重播 那時候開始準備要降息 9月降息對不對 9月要降息 8月底的時候我們開始跟大家說 那個降息喔 降息其實你不要去管說什麼 媒體上跟你說的 什麼降息 然後那個美債會漲 所以趕快來美 買什麼美債的ETF 那時候我記得很多媒體 我連開車的時候聽廣播 都在賣什麼 都在賣債券 債券ETF對不對 美債要怎麼降息也對 我們除了可以賺那個債息以外 還可以賺什麼 才可以賺加差 結果現在呢 債息是一定跑不掉沒錯啦 不過呢 不過跌翻了是不是 哇那個債券 哇 有關鍵券在哪裡都在 高檔的時候我們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喔 因為降息 同學 美國降息 美元會走弱 你知道嗎 美元會走弱 台幣會走強 那台幣會走強 你ETF的部分 如果說你是錢啊 去買美國 直接去買美國 不考慮匯率 當然買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說你考慮到ETF 它是有匯率的部分的話 你債券上漲的部分 它會被什麼 它會被 匯率給吃掉 因為美國降息 美元走弱 台幣走深 這個匯率基本上怎麼樣 它會反映在ETF的這個禁止上面喔 所以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它是會跌的 不會漲 不會去啦 就是你吵不到甜頭 就是那個 在8月底那個時候 不然那時候基本上 它已經反映了 而且反映到哪裡 同學 那時候債券持率不是在4耶 現在到4對不對 那時候已經到3.75去了耶 它已經反映上去了 雖然所以 那時候 那時候它不是才在5.25到5嗎 雖然所以就是它已經領先反映到明年 反映到明年的話 那個地方去追你 你會吃到驚啦 但是呢 掉一大段下對不對 是不是跌很深 哇 落一段段落 同學 我個人認為啦 機會來了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如果說你是一樣 你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你要做資產配置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有戰隊部分的話 如果說你錢比較多 我不希望說什麼 都難得搞股票的話 有沒有那個 比如說6%左右的那個報酬率 然後呢 本不要被吃到的 有啦 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所以載軍的機會 然後再來一樣 選股是很重要的嘛 台銀電法說的部分講完了 那這些有沒有在動 這些有在動啊 有在動就持續看嘛 有在動就持續看好不好 然後再來GV200即將出貨 不過我相信我們的重點已經在哪裡 之前我們的重點是 是光通訊 光通訊我們出完之後 重點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交換器 行不行 我們重點是在交換器 交換器通訊版的部分 同學這一塊 法人在出報告 而且呢 而且 大戶開始在往這邊擠喔 先跟大家講 大戶開始在往這邊擠喔 不跟你嘲笑喔 今天要那個法人 今天還有一個外資出一個報告 哇超誇張的 那個目標價快要一倍你知道嗎 要一倍啦 你沒聽錯啦 很少外資會這樣出報告的 反正他都說之前太爛了 但是呢 現在準備要好了 現在準備好的話 之前投資的這個地方可能要回收 然後輝達呢 輝達一直在吹 輝達在吹 所以呢 所以搞不好後面是最大贏價 所以呢 所以目標價哇 現在要填上去 好不好 等一下一起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講這個部分 同學 這昨天美股盤後的這個 標題 就是輝達蘋果登星高 美債殖利率攀升 同學這個我認為沒什麼問題啦 這個蘋果 同學蘋果 當然就是他也採上AI嘛 Apple Intelligent 但是我相信這個蘋果啊 不是我的重點 好不好 蘋果真的不是我的重點 因為大力光 同學 大力光的法術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消費性 大力光我被砍單啦 精彩這邊 後面也砍單啦 所以呢 所以你說蘋果這邊 銷量 就以硬體來講 同學以硬體來講 以硬體來講 我認為就是11月12月 不見得會 不見得會往上衝 不見得往上衝 如果說以精彩來講的話 高峰已經過了 後面就是慢慢往下掉 掉到明年第一季更慘 所以呢 所以你要看精彩的話 應該是明年第一季的時候再去看 好不好 就是如果說要從 營收動能來看的話 所以呢 所以我們重點一樣放在哪裡 一樣放在回答 因為蘋果會長 還是一樣Apple Intelligent 就是AI的部分 那回答 同學是回答創新高呢 回答創新高 所以呢 重點在這一塊嘛 就回答的部分嘛 那回答這一塊 我相信我們 最近的重點就放在這邊 然後等一下持續的 往這邊 再跟大家分享就可以了 我們先看這個 同學現在的利率 基本上是4.75到5對不對 4.75到5 其實喔 應該說最近的聯準會官員 都有出來講話 因為市場上之前說 可能會 連續降息嘛對不對 比如說9月份降兩碼 然後11月搞不好降兩碼 同學本來就不會那麼快 不會那麼快啦 其實不管誰講話 你不要管誰講話 同學你不要管誰講話 因為聯準會它一定有 鷹派跟鴿派的 鷹派講完講一講 如果說市場反應 鴿派就會出來講一講 他們就是互相穿插你知道嗎 會互相講 講話基本上會影響市場 沒錯 但是呢 你不用管那個東西 你管什麼 你就管FED Watch的部分來看就好 因為這個是真實交易 所呈現出來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這樣看的話 11月會不會降 會降 會不會降兩碼 不會降一碼啦 會降一碼 然後12月再降一碼 然後呢 明年怎麼樣 明年基本上差不多降到3.5 3.75它就會停了 同學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高檔的時候 就是在8月底 應該是8月底那時候 我跟大家說那個地方 你不要就是債券的部分 準備要 有沒有 建好救手 就是因為那時候的美債殖利率 已經到哪裡去了 它已經到3.75 已經到這邊了 那到這邊會不會停 我個人認為 到這邊它會停 為什麼你知道會停嗎 因為有結構性通膨的問題 比如說石油的部分 或是那個什麼美中對抗 我要加關稅嘛 加關稅你以為是廠商負啊 不是嘛 加關稅誰負 當然是轉嫁嘛 廠商你以為阿呆 當然是轉嫁嘛 就是整個轉嫁出去嘛 那整個轉嫁出去的話 這就是結構性通膨 結構性通膨它會卡在3 那卡在3 如果說結構性通膨卡在3的情況之下 你要去壓通膨 所以你的利率一定在3以上 所以就是你會卡在這裡嘛 所以卡在這裡的話 那個時候的利率怎麼樣 那時候的殖利率 10年期的已經到這裡 到3.75這邊的 所以它在往下的空間是很有限 價格在那個地方 所以往下空間 也就是它在往上的空間 同學這個殖利率 跟債券方向是反的 你知道嗎 殖利率往上走 價格是往下走的 你懂什麼 所以當時那個價格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價格 殖利率 跌到這個地方 價格在上面嘛對不對 但是呢 殖利率在往下的機會到不大 不大嘛 因為有結構性通膨的問題嘛 所以債券價就卡在那個地方嘛 那卡那個地方偏偏怎麼樣 偏偏一堆媒體跟你說要降息了 要降息了 所以趕快來買債券 讓你掏在天上 所以同學有時候 你要有自己判斷能力啦 如果沒有的話 看我的節目也可以啦 好不好 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這明年的部分 它卡在這邊 它就停很久 那後面呢 後面會不會再降 後面會不會再降 是明年年底的事情 明年年底你知道 明年你知道的話 你就不用看節目啦 開個店算命的就很神啦 你懂什麼 所以明年的事情沒人知道 那這種都是什麼 Data Dependent 就是依照數據啦 那依照數據的話 以我所學到的經濟這邊的部分 就是它會有結構性通膨問題 所以可能卡在這邊 它會卡很久 那卡很久的話 當然後面的數據 均勻的數據 我們再跟大家追蹤 不過呢 不過如果說 從這部分來看的話 就是當時我會 跟大家說 你債券這個地方 你不要再買 所以說你有的 你可要 有賺到價差的 你怎麼樣 獲利一放口袋的部分 就是這個理由 那這個理由的情況之下 同學你看最近 砰砰砰砰 狂掉 同學我抓的還是什麼 我抓的還是沒跌那麼深的 那個投資等級公司在 如果說你要做投資的話 就是比如說資產配置的話 我不是推薦你買這一支 而是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個 有沒有跌很深 同學跌很深 但是從16.73跌到多少 跌到今天那邊15.8去了 漏要一塊 同學這個債券疊一塊是算疊很多 它一年以來配5-6%而已 一下子就疊10%掉 一下疊10%就等於說什麼 才降一次而已 一次降兩碼 結果呢 結果你已經賠掉 賠掉兩年的利息了 你知道嗎 也就是接下來兩年的 接下來你領到的那個債息都在幹嘛 都在補這個價差的缺口 兩年都不用談 你懂的是嗎 但是就債券部分 如果說你是放長的話 當然無所謂 反正我就放長 等到下市 因為景氣本來就會有循環 如果景氣會有循環的話 到時候怎麼樣 到時候比如說一個衰退來 它一定會降 後面你就可以賺錢了 你可以用時間跟它拼 但如果說以短天上來看的話 同學我們就以這個部分來看好了 現在是10月對不對 9月份開始降 所以你看這個價格 9月份衝在最高點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9月份衝在最高點 你看現在這個價格在哪裡 同學這個都是喔 就是 投資等級公司在這種是ETF ETF它會考慮到匯率的問題 匯率台幣就是在升嘛 所以這個一咬下去 你就沒有賺 你知道就沒有賺 但是你看這個部分 今天現在已經到這邊了 到這邊你覺得機會來了沒有 我先就 我個人認為先給各位答案 我個人認為機會來了 但機會來不是跟你說什麼 買進去什麼會漲停板 這個哪會漲停板啊 這個就很慢啊 只不過這個地方喔 它的投資 跟資產配置的價值已經出來了 簡單講啦 但第一個 其實你如果說 你要從技術分析看的話 他每次這種栽下來出大量 你會發覺 同學你看栽下來出大量 栽下來出大量 栽下來出大量都是什麼 都是每次的低點 每次栽下來這種出大量都是低點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有人在收它 就是跌下來有人在收 那有人在收的話今天怎麼樣 今天量很大 有人在收耶 那有人在收的話 你要去看一下它的殖利率 他每個月 同學這支是月配的 月配的啦 月配的話 他每個月差不多配0.08幾對不對 有時候0.084 就是0.082的部分 我們後面的零頭先不要算 就算0.08 008你乘以12個月 每個月都這樣算嘛 每個月都這樣算嘛 那除以今天的收盤價 15.83 你這樣除下去 得到什麼數字 是不是6% 對不對 就6%了嘛 6% 同學6%有沒有比你什麼什麼定存 什麼什麼還高 而且這個風險是很小 因為我不是在這邊買 因為如果說你是定 每個月是0.08幾的話 你在這邊買可能只剩多少 可能只剩4%多而已 你在這邊基本上怎麼樣 是6% 所以6% 同學6%基本上 就算再往下 都是什麼 都會有人去收啦 就是有已經開始具有什麼 具有資產配置跟投資的價值出現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同學 其實都是漲漲跌跌 只是漲漲跌跌的狀況下 到這邊我更認為 這邊同學 這邊我們叫大家出 你不要買了 你有賺價差了 你可以閃人 在這個地方這個位置 現在掉下來 你這邊有出 這邊怎麼樣 這邊你可以接回來 你價差已經跑出來了 跑出來這個價差同學 這個價差 兩年左右的利息 兩年左右的利息 然後呢 風險我更認為 風險很小 除非 除非美國被揍 除非美國被打 因為這是投資等級公司債 好不好 這個不是公債 公債可能 比較危險一點 但是呢 投資等級公司債的話 有6%的部分 我更認為 再往下的空間基本上不大 然後呢 每個月 可以領6%的息 每個月可以領6%的息 後面怎麼樣 後面後面 你會買債券的 基本上你應該不是要賺價差 價差後面 後面隨著這張跟大家說的 他真的會降 只是他會降的比較慢 他不會暴力降息 你懂得是嗎 他會慢慢的降 然後可能降到 慢慢可能降到這邊 但是降到這邊 3.75%到3.5%對不對 不過呢 不過你這邊已經鎖什麼 這邊已經鎖6%的價差了 後面還在 同學如果說後面再降 再降再降 再開始往下降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會怎麼樣 他就跑上去了嘛 你是咧 這邊就是3.75%左右 你懂得是嗎 雖然所以這邊你先鎖6%的價差 後面真的開始降 慢慢降 他價格會怎麼樣 價格又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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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這裡來 就這樣子 好不好 雖然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因為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玩這個啦 好不好 不能說玩啦 我自己在投資啦 我不是說什麼把錢全部都是 KING股票 不是啦 我有一部分的錢是放在這邊 就是因為我年紀也大了嘛 幹嘛 我年紀也大啦 年紀也大了 50幾歲了 年紀也大了 所以為退休做點規劃 所以這是我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再來 一樣看股票 同學台電 我們 我個人認為台電沒什麼問題 不過呢 不過之前的高點 延續我們在這兩天跟大家說的啦 就是之前高點是1080嘛對不對 然後呢 過了之後不能再回來嘛 今天收1075 我靠 怎麼辦 先出掉啊 我說先出掉 但是呢 同學 先出掉不是我們不看好 一樣很看好 好不好 只不過怎麼樣 你這個地方就是有點變假突破 欸欸欸 那你跟Ru回來前波高一點 你可能這個地方會混啦 高點是沒有混啦 但混沒有關係啦 因為 我知道最近有些利空啦 比如說什麼SMO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說了 這是三星的問題 是Intel問題 好像昨天又有新聞說什麼 三星跟Intel兩個要結盟對不對 兩個要結盟怎麼樣 我跟你講 兩高結盟 結盟真的有辦法去對抗 NVIDIA嗎 對抗會打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說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就 我們就當看戲就好了啦 好不好 同學主題還是客戶的問題啦 真的還是客戶的問題啦 我認為我回答的部分基本上 創新高了嘛 創新高給你看嘛 所以 就是SMO的部分 基本上是三星的部分 好不好 拿這個 同學這反正沒有事情 跟台電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不要再 那個新聞也不要再亂寫啦 跟台電是沒有關係的 就很奇怪 就跟就只要一直寫一直寫 但是其實就跟台電沒有關係嘛 是怎樣 是一直希望把台電弄下來嗎 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跟台電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說有震盪的話 我認為就是 九開頭 如果說 我們假設 我之前講了嘛 九百多基本上無腦買啦 跌破九百就是加碼 然後現在是 突破1080 突破就要上去嘛 結果你突破就要露下來 我就先出掉嘛 然後後面有好的機會 如果說有掉下來 或有震盪 或是說 我要聽到什麼東西了 再來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所以在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先跟大家提什麼 先跟大家提大盤 還有什麼 還有債券的部分 如果說你是資金比較大的 做資產規劃的 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因為 就6%了嘛 你自己算都知道啦 就6%了嘛 6%這個投資價值已經出來了 那投資價值出來的話 如果說你是有資產配置的規劃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了啦 好不好 當然是你要看 我是看這個啦 好不好 我沒有看美債啦 美債那個 波動稍微大一點 這個是比較安全的 投資等級 你看他投資的公司都是什麼 甲骨文 蘋果這些好公司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子 好那 先休息一下 下個階段 我們再跟大家提什麼 跟大家提提台積電盤 還有一些AI的相關股票 好不好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會回來 請 華冠投資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華冠投資 111 儘管投資 重新字帝015号